阿虹不彭伴桌 席開三十二桌 張氏宗親回娘家了 上百人陸陸續續抵達 高齡一百零二歲的爺爺 緩緩走進會場 一百零二 大家好 仁樂雅公也來參加 超過三百人的盛會 還有剛從基隆回來的嫩嬰 只有一歲 一個月 蠻特別的 那聽說最年長的是一百零二歲 然後我跟他差了一百歲 臺中太平張氏家族 每年春節出爾回娘家團聚 這個傳統已經延續二十六年了 除了在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 以及近兩年疫情停辦 幾乎都是風雨無阻 這次家族同聚最年長一百零二歲 最年輕只有滿月 備份至少相隔五代 張氏東青一大家子聚會 娘家宴更分為中午與晚間兩場 要讓許久沒見的親戚們暢聊共宴 開心敘舊 相信我們秋藍 楊敬憲 就在台中採訪我到